时代论坛每周社评 2013年11月17日 第13600期的时代论坛 社评的标题是 海燕集飞 哀鸿遍野 施予援手 不计前营 超级台风海燕 上个星期吹集菲律宾中部 受灾地区满目仓宜 如租海啸 哀鸿遍野 物之缺乏 通讯不存 有幸存者到处抢掠 尸体无人处理 死亡数字不断攀升 初步估计可能超过一万人 消息经媒体报导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迅速施予援手 有与菲律宾关系比较好的美国 澳洲 日本等等 也包括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中国 以及人质事件谈判未明朗的香港 过去多次不同地区遇上大型天灾 港人伸出援手 绝不论息 暗知怎样支援才对灾民起到最大最实质的帮助 亦都能分清楚事情的援急先后 面对今次死伤枕殖的菲律宾风灾 个别特区政圈中人感受到民情水温 暂缓推动制裁就是一例 政治总要复应于人类社会的基本感情和感通 方能够脱离冷酷的智利计算和矛盾撥弄 挽回点点尊严和尊重 大型灾难当前 地球村里面种种没完没了的纷纷扰扰 都要让路比迫在眉睫的人道因素 我们不必天真地以为 单单一项人道因素 就足以完全消离国际社会的种种根本分歧 人道因素也都不应该成为混淆是非黑白的借口 但是我们总要慶幸的就是生命的价值 在某些时刻仍然能够超越到国际政治的 以鱼我诈、舍扎推堂 而成为地球村成员的共同关注 面对无情的天灾 走过人间的险恶 仍然有值得感恩的事情 只是要分清缓急先后 在同一天空下 什么重要 什么更重要 而又有什么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每一次的大型天灾 都提醒了我们 人类其实是多么的渺小 什么经济力量 军事力量 当面对大自然的威力 其实都不足此 人定姓天 只是狂妄之言 只有大家知道一己之有限 才能够在天灾面前坦然地互相帮助 自由不再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才能够重寻持久共存的真正可能 并且将这个可能伸延下去 让每个没有答案的负罪原迷 每位无辜者的不幸 都使人类社会更清醒 更加省察自己 知道自己的渺小 也都知道彼此珍重 求同存疑的可贵 谦卑是那位创造天地 掌管历史之主的跟前 求主连问我们 包括菲律宾风灾的尼弹者 和幸存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